一天的健康就从蔬食开始 欢迎收看蔬食够健康 观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 最喜欢吃的一个是什么甜点呢 我真的我最喜欢吃的是马德莲 看到这个模型就知道 它要怎么做呢 我们当然要邀请一位 就是非常受欢迎 然后他教我们做最简单 怎么在家里做 当然有模型是很重要 可是这中间的调配更重要 还有就是经过它的手之后呢 其实一般的马德莲也会变得不一样 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丽雅老师 哈啰 大家好 老师好 最喜欢听你就是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 就是怎么样去做一些甜点 对不对 那老师你甜点是在哪里学的 我是在巴黎兰带 巴黎兰带 所以你看在节目上有这样子的好的老师 还有呢就是老师除了在节目上教 也平常也会自己在全台湾开课 然后最近老师也出了一本书叫做 一锅烘焙碗到底 哇 意思就是说一个锅子就好了 而且一样就是会非常的简单 那老师的这本书呢 其实非常的特别 就它上面除了有上下火 然后你要烤几分钟 温度要几度 还有一个 它有告诉你保存期限是多久 所以这个是很贴心的 甚至它旁边还有这些小星星 它会提醒你说 这个难易度是一颗星 两颗星 三颗星 所以观众朋友 你喜欢吃什么样的甜点 然后你喜欢从哪边开始挑战 其实看了老师这本书 你就会非常简单 很容易上手 好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口味 咖啡拿铁 这是最普遍大家都很喜欢的 真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需要一个锅子 这么小的锅子 这么小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牛奶跟咖啡粉加进来 然后我们开小火 所以这个是一般的那种吉隆咖啡 吉隆咖啡粉 对 所以其实材料非常容易取得 对 那也可以做很多口味 比如说如果不要咖啡粉的话 可以把这个咖啡粉换成 比如说伯爵茶粉 乌龙茶粉 是 对 巧克力粉呢 巧克力粉也可以 但巧克力粉就直接和进来了 就不用再煮了 不用煮 这个是为了要让它融化 是 如果是茶叶类 它需要有一点热 那那个味道才会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是用的是牛奶跟咖啡 所以叫拿铁 对 然后我们这个不用太烫 它其实只要融化就好了 对 因为它是吉隆的粉嘛 对 所以非常简单 对 它只要让它融化就好了 那因为我们的牛奶量很少 所以你们在家里煮的时候 火不要开太大 因为火开太大 它还没开始融就蒸发掉了 是 所以因为我们这下面其实有一个节能板 所以它受热其实比较均匀 像这样其实好像也都快差不多了 这样我就可以把它拿起来了 好 所以我真的开瓦斯的火 大概就大概一两分钟而已 就一下下 一下下而已 所以也不要选太大的锅子 对 不用太大锅子 所以我们就直接先放在这边 对 就先放在这边 好 没关系 不要管它 对 然后我们把蛋跟糖 一颗全蛋 一颗全蛋 然后跟糖加进来 然后我们用这个搅拌器 大概拌十下到十五下就可以了 我最喜欢听到老师跟我们讲 就是你搅拌十下到十五下 因为听起来就是意思是很简单 你不要太担心 然后如果它糖没有融化怎么办 它就是不要让它融 就是不要让它融 因为糖如果融化都打太久了 所以不要打太久 所以你也不要拿那个打摊机下去打 不用不用 就手持的就好 就是十到十五下 老师在讲我们要听 对 然后我们把低筋面粉加进来 过筛 因为要过筛 所以我稍微过筛一下 低筋面粉加进来 然后加加泡打粉 然后等一下把它拌匀就好了 就好了 对 所以一般其实我们在家里做烘焙 或者是说有时候有的人 他可能会很却步于就是 自己去动手做一些蛋糕或是点心 因为其实我们就会怕失败 比如说在家里做布丁 蒸了之后过熟了 然后就都破掉了 然后或者是蛋糕没有发起来了 或者是可能你要做其他的一些饼类 要么烤太久 或者是说它可能就是发酵的不够 所以这一类其实都会让我们觉得很担心 不过跟着老师学就是有这个好处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简单 对 因为我都把食谱都已经改到最简单 然后步骤也把它改到最简单 所以老师用它十多年来 就是除了他学的 还有他教课的这些经验 他知道怎么去掌握 学生有可能在哪边的地方会 就是出财 对 那所以老师把这些事情都简化了 对 然后我们把粉过筛好加进来 跟泡打粉加进来 我们只要拌到看不到粉就好了 那有没有什么顺时针或逆时针 没关系 都没关系 对 我只要看到 没有看到粉 我就停止 它都不会出筋 对 是 但如果已经没有粉了 我还持续搅拌 那它就容易出筋了 是 然后这时候这样拌好之后 我就可以把我的融化的奶油 跟我的咖啡一起加进来 好 它有点烫 可以 咖啡现在加进去 对 帮我倒在这里好吗 好 对 然后我把它挖干净一点 好 来 没关系给我 可以 好 因为它是可以一起加进来的 对 所以我把它倒在一起 然后一起把它倒进来就好 我倒一起的目的是因为 我咖啡牛奶刚煮好 然后等它放凉 有一段时间 所以我干脆把它跟奶油放在一起 对 这个奶油我们也是先融过的 先融化 所以它温度没这么高 对 然后我再一起加进来的时候 就不怕蛋会烫熟 是 所以温度太高下去 你有可能把刚刚里面的那个蛋 就烫熟了 对 所以这个是有可能会有问题的地方 对 就是可以放久一点 等它凉了 我们再加进来 所以刚刚老师故意把煮好的那一个 就是奶油 然后跟那个就是 已经融化的奶油 对 两个温度先混合在一起 对 然后之后慢慢加进去 一次下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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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样子拌到 看不到 就是拌匀就好了 没有什么颗粒状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那个味道 其实那个咖啡的香味已经流出来了 对 而且它非常的快 我在家里有时候会一次做好多口味 因为只有加不同的粉类而已 也对 所以你可以做比如说伯爵茶口味 咖啡口味 对 老师的意思是这样 因为其实非常简单 非常的简单 然后我们就准备一个塑胶袋 然后把它倒到这个塑胶袋里面 那为什么用塑胶袋 因为它这个需要冰 最好可以冰到隔天 那如果不行的话 在冷藏冰几个小时后再烤 不要马上烤 对 为什么 为什么它需要冰 因为我刚刚现在刚拌好 你可以请看一下 是不是很多泡泡 对 它这么多泡泡拿去烤箱烤的时候 它会很像 很像你吃那个松饼 然后会有很多洞 气孔 对 然后当然不好看 因为觉得你的马德 觉得好像马德烤起来好像未穿孔 很多风潮的感觉 是 所以冰过它就不会了 冰过 因为它放着之后空气就会跑掉 对 所以冰过之后 它就不会一个洞一个洞 好 跑完就不会一个洞一个洞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把它送到冰箱里面 那是要冰冷冻还是冰冷藏 我们冰冷藏 好 对 我们就冰冷藏 然后等它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了 对 好 我们从冰箱拿出来了 对 拿出来 然后我们把它剪一个小洞 不要太大 小洞就好 然后我们一样就是挤八个 然后一开始不要 就不要挤满 对 一开始不要挤满 因为我们会不知道说到底天多满 所以我们就大概先挤八个 然后再慢慢补 这样会比较方便 所以老师说 其实你刚刚跟我们先分享说 其实买这个模具其实也很重要 对 有一些像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我这个模具没有抹油撒粉 因为我这个是不黏的 对 所以不需要抹油撒粉 但如果你的模具是会黏的 就是烤完很不好脱模 就要先抹融化的 软化的奶油 对 再撒上低筋面粉或中筋都没关系 对 然后再填这个面糊 所以像我之前的经验就是 那样的模脱模因为不好脱 所以我就会去 就是去用工具去把它刮下来 可是老师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常常有这样子的刮的话 可能它表面也有受伤 所以它会更黏 对 它会越用越黏 是 所以观众朋友在选择模具的时候 可能也要稍微谨慎一点 对 那如果说你的模具是有可能会黏 那抹油跟撒粉 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对 就是一定要做的 好 那像这样子 我们需不需要敲一下 不用 不用 就直接这样进烤箱 好 15分钟 15分钟 那几度呢 180度 好 那我们就等一下了 好 所以我们脱模出来 你看这个 老师你说不同的模具 其实它会有差别 就是它脱模之后 这个上面的那个光亮的程度 对 对 而且每一个都非常完整 对 没有 没起工 真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又要怎么装饰它 我用了一点融化的巧克力 对 所以一样是白巧克力 下去用微波融化 对 微波或隔水加热都可以 好 那微波我们是一次要几分钟 我们一次的话大概要15秒 15秒 对 15秒 然后每15秒稍微搅拌一下 对 然后如果是隔水加热的话 就一边隔水加热一边搅拌 一边搅拌 对 所以两种方式都可以 都可以 方便就好 好 然后它这样沾好之后 我会在上面撒一点咖啡粉 这是咖啡粉 对 因为它是咖啡口味 所以我就撒一点咖啡粉 对 然后好了之后我就直接把它摆在盆子上 所以其实我们我觉得这样子已经很漂亮 我们一般在西点面包店看到的就是那个玛德莲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对 那一个大概要四十几块 差不多 甚至六十都有可能 对 差不多 对 那可是老师经过它手巧 然后就是那个艺术的甜粉 再把它加工之后 哇 那个等级就不太一样 因为它这个 因为像玛德莲 它也是不太会摆到餐厅上面 如果去吃米其林餐厅 或比较高级的餐厅 其实它们的甜点都要很漂亮 那我的感觉就是 没有说你一定要做什么甜点 你才能有资格到那种餐厅 而是说什么甜点 我都可以把它变成餐厅级 所以老师是要把甜点全部变成米其林等级就对了 所以你在家做出来的 除了好吃好看的甜点以外 其实老师还帮你把它升格到一个最高顶级 这真的摆出来就完全是不一样 完全就是有那个 法式那种米其林餐厅的那种甜点的感觉 对 所以就不是一般的甜点了 对 因为我以前在巴黎念书的时候 其实因为我们 因为巴黎实在太多米其林餐厅了 对 然后加上因为我是念餐饮的 所以我们常常同学上约会去吃米其林 但我们会挑平常天的中午 因为比较便宜 可是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学习 是 对 然后我们去我们就会看到说 它的盘式是怎么去摆的 它是怎么运用它的东西 对 所以这个就是见识嘛 对 然后所以我回来之后我就会去思考说 我们在家里怎么如何 我如何把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变成餐厅等级的 对 就是要花一点巧思 但是其实不难 我们虽然盘子是摆三个 对 但在家里其实你可以用相同的装饰方法 但做一个就好 旁边放冰淇淋 然后挤一点那种巧克力酱 对 然后放一些新鲜水果 那它其实就会是餐厅级的 对 就是餐厅那种米其林饭后 不管是一星或二星三星 其实它饭后的甜点 大部分确实看起来就是 盘子上面就是有一个甜点 一个冰淇淋 对 然后有一些摆设 对 因为其实 现在老师你又加了什么 我就是在把糖果 就是随便糖果 对 然后把它敲碎 对 糖果把它敲碎而已 家里如果有不太想吃的糖果 其实所以你是糖果把它敲碎而已 对 其实在做盘式的时候 你要想是 你很多东西放在一个盘子上 对 但是你就记得你的重点是什么 然后其他点缀 所以我还第一次听到 有人把糖果敲碎 把它放到这上面去 这感觉有一点点像 那个黄金琥珀的那种 对 黄金琥珀 好漂亮喔 对 很漂亮 大部分我们看到 就是上面撒糖粉 对 或是巧克力粉 对 对 大概是这样 对 那我觉得装饰不要太复杂 就是你不要为了说 我为了要装饰 我特意去买什么的 你就想想看你家有什么东西 只要它是可食的 你都可以发挥创意 摆在盘子上面 是 然后你看 敲碎它 对 撒上去 所以其实 如果你有巧克力一块一块的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剥一剥 对 不磨碎 对 对 然后这些都可以 这个是另外一个学习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 不一样的一个眼界 所以老师可能就是 除了在国外念书 然后在巴黎的蓝带学校 对 然后自己又花了很多的钱 去吃米其林餐厅 那把这些经验 然后再加上它平常 就是教学的经验 对 然后融会贯通以后 交给我们就是最简单的 对 而且就是顶级 最顶级的摆设出来 然后给大家看 对 其实因为我一直在提倡就是 因为我学烘焙 那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 烘焙很复杂 很难 那我现在一直做就是 我们都用 比如说这个摆盘 它可以上米其林餐厅 但是每一个很难吗 没有 每一个都很简单 经过你教我们 就会觉得很简单 就好像魔术 后面有人教我们破解 就觉得好像很简单 对 它其实很简单 不然我们只是坐在餐桌上 这样看 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难的 所以红的 绿的 你看还有金黄色的 对 就是它就像画画 没有就是它就像作画一样 你真的就是发挥你的巧思 然后没有一定要怎么样 你觉得美就是美了 好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跟我一样 也没有艺术 甜粉 也不会作画 没关系 我们就照老师的模式 然后就这样子把它摆上去 对不对 对 所以你看 然后看起来就会很美 这样子就完成了 对 就完成了 然后再撒一些 这是吉隆咖啡 这是刚刚的咖啡粉 对 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 咖啡拿铁的口味的那个 那个玛德莲 所以就啥 那这样一个盘子 盘式就完成了 看看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 我们的咖啡拿铁 玛德莲 上菜咯 好 试吃 这这么好吃 而且这个真的是 甜点里面 我觉得这是我的最爱 我先开动 好 咖啡味好香 可能是因为老师 你上面撒粉 对不对 好香 然后而且 我本来以为 你沾的巧克力会很甜 结果它不甜 真的是 而且看起来又好漂亮 这个样子看起来 好像一个那种就是 海里面的贝壳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 想着海边 然后白沙 贝壳 然后配一杯咖啡 吃一下老师做的 老师教大家做的这个 甜点 Coffee na pay的 玛德莲 对不对 真的是太满足了 观众朋友 如果你看了节目 觉得还不够 然后很喜欢老师教你 跟我一样 就是这么简单的方法 其实老师有一本 这样子的书 叫做 就是一锅烘焙 碗到底 记得里面非常非常多 你翻都翻不完 从头到尾都可以学着做 然后我们非常谢谢 老师带给我们这么简单 而且又容易学 而且一定成功的 这样子的一个甜点的一个做法 非常谢谢丽雅老师 谢谢 肚子够健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